这前面科区温生主要鱼 各位老板好 我是资本三个九威特 上过大学或者研究过新一高校的学生党老板 应该都知道大学里有助学贷款这么一个东西 和奖研金不同 助学贷款是正儿八经的贷款 本科一年最多可贷8000块钱 研究生每年最多可以贷12000块钱 虽然是贷款 但有很大的优惠 比如上学期间不用还本息 利息由国家承担 贷款期限最长也可以长达20年 利率在同类贷款的基础上再减少30个基点 如果毕业之前能提前还款的 连利息都不用还 既然是贷款 那放款的肯定是银行了 可是国内有哪家银行 能这么不图名不图利的资助一批又一批的穷学生呢 国家的银行体系又是怎样搭建起来的呢 中国人常住的六大行又是哪六家呢 农村信用社和商业银行又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这几年银行突然多了起来呢 让我们从给学生发贷款的政策性银行讲起吧 2008年之前 国内的政策性银行一共有三家 分别是国家开发银行 也就是给贫困学子发放助学贷款的银行 还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三家银行全部归国务院直接领导 这些政策性银行由政府创立并控股 不接受公众存款 主要依靠财政拨款 政策性债券等途径补充资金 2008年开始 国开行先后经历了两次改革 2015年被国务院定为了开发性金融机构 也就是既有政策银行属性 也有商业银行属性的金融机构 也就是需要赚钱养家 不能只吃财政拨款 但依然可以用国家信用背书 所以国开行现在介于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之间 依然是国有资本绝对控股 目前国开行的股东只有四个 分别是财政部 中央汇金 无同数投资平台 全国社保基金 给学生提供贷款的就是国开行 这家银行从2004年开始 就开办了助学贷款业务 到2015年 已经发放了879亿人民币的学生贷款 覆盖了2819所高校 政策性银行只是国内银行体系的一小部分 而且普通人很少能接受到 毕竟他们不提供储蓄和理财业务 真正广为人知的 还是以爱存不存为首的六大行 建国初期 为了整顿国内混乱的金融和货币体系 政府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 也就是央行 负责发行人民币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国家只有央行这一家银行 但央行为了向市场经济靠拢 以及避免记录裁判又做运动员 先后与财政部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 央行只负责印钞发行监管 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 承担商业银行的角色 刚刚拆分的时候 中农工建都是各管一摊 互不干涉 中行主工进出口 工行主工工商业 农行主要帮助农民兄弟 建行支持国家基建业务 后来在四大行之外 政府还组建了同级别的交通银行和邮政银行 交行在六大行里是小白鼠一样的存在 几乎承担了国家所有有关金融改革试点任务 包括股份制改革 海外上市 外资引入 自贸区试点银行等等 邮政储蓄的备份要比其他五大行小得多 但确实也是网点最多银行 再小的县城 也有邮政储蓄的网点 也做做邮政快递的活 2002年经历重组之后才正式挂牌 2012年完成了股份制改革 2015年引进了10家投资方 包括摩根大通 加拿大养老基金 中国人寿 中国电信 蚂蚁金服和腾讯等 交行和邮政储蓄 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 在六大行里面得往后排 国内商业银行的核心 还是中农工件 但这四家因为在各自领域太过强大 每天开门就躺着赚钱 不搞创新也赚钱 又不愿意干长期收益的累活 为了激发他们的竞争力 政府做了两项改革 一项是设立了上面提到的三大政策性银行 干其他国有银行不愿意干 也不赚钱的业务 为国家战略服务弥补财政的缺失 另一项就是对国有银行进行改革 解除了行业限制 大家可以自由发展业务 互相挖对方的大客户 几大国有银行突然不能吃老板了 只能开足马力使劲干 最后直接干成了世界无外乡 如今六大行是国内银行中的老大哥 领头羊总资产一个比一个多 比如中行总资产接近23万亿人民币 农行的总资产接近25万亿人民币 建行总资产超过28万亿人民币 工行的总资产则超过了33万亿人民币 交行目前总资产也突破了10万亿人民币 邮政的总资产也有10.8万亿人民币 六大行作为国内银行体系的核心 业务重合度比较高 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他们虽然实力很强 但作为国有银行 管理审批都很严格 很多小业务要么看不上 要么就因为手续太繁琐不想做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更灵活的机构来做补充了 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国有企业 地区政府大型民营企业建立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比如中信集团的中信银行 招商局集团的招商银行 光大集团的光大银行 东方集团和泛海集团等 联合发起成立的民生银行 福建省的星业银行 上海浦东的浦发银行 以及平安 浙商 横峰 渤海等等银行 这种银行在监管方面限制少一些 操作更灵活 同时由于面对的市场竞争更激烈 服务态度也比较好 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实在是太坏了 光有全国性的银行还不够 很多区域性的项目 只有当地人能看得懂 敢投 拿着这些项目 找全国性的银行贷款支持 未必好使 所以自己人更懂自己人的地方性银行 孕育而生 地方银行最为代表性的 就是一些城市的商业银行 比如北京的北京银行 上海银行 宁波银行 大同银行 还有前两年爆雷的包商银行 也是一家城市商业银行 这类银行可以更好 更灵活地支持本地经济的发展 但这类银行也有可能因为民营股东 过度吸血而崩盘 说了这么多 全都是全国性或者各个城市的银行 难道广大的农民兄弟们 就没有自己的银行吗 当然有 而且是极其特殊的存在 也就是农村信用社体系 农村信用社最早采用的是 农民入股 社员管理的自营模式 但经历动荡期之后 被快挥到了农行旗下 但官办色彩一定程度上 会限制农村信用社的作用 所以从1996年开始 农村信用社逐步与农行脱钩 并且经历了多轮改革 最终形成了国内独树一帜的 基层金融体系 目前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系 大部分采用的是省级联社 管理县级联社 各个农村信用社 都是本县级联社分支机构的架构 其中 省级联社不参与经营 只行使管理协调的功能 并向各县级联社收取管理费 相当于替代了一部分央行的功能 另外 农信社目前还有这种管理方式 比如 其中比较知名的一种 是很多地方的农村信用社 最近几年升级成了农村商业银行 独立精灵 自负盈亏 和其他商业银行没有任何区别 另外 还有一种更特别的例子 就是直接脱离农村信用社体系 比如苏州银行 前身就是东吴农商行 从农村信用社直接转型成为了城市商业银行 目前 农村信用社系统下的金融机构 已经比较自由了 虽然依然需要政府的强监管 但是已经允许股份制 股份合作制 维持合作制 等等多种形式的存在 允许企业和屏幕前的你们 也就是个人入股 当然 放宽限制条件的不止基层金融 还有全国性的民营银行 比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微重银行 就是腾讯 百业园 立业集团发起成立的 腾讯就不介绍了 百业园的创始人 是国内医药和保健品行业的大佬 珠宝国 立业集团创始人是深圳富豪 华林证券的实际控制人林立 另外 像百度中信集团联合成立的百信银行 也算是半个民营银行 而且是没有线下网点的直销银行 纵观全国性的银行体系 你就会发现 资助学生 养老 扶贫 投资大规模基建项目的事情 都是由政策性银行来做 目的是补充财政在某方面的缺失 他们靠财政补贴生存 有国家信用背书 风险基本为零 而六大行是促进国内商业金融发展的关键 有他们的存在才能保持稳定 同时能够支持各种股份银行 城市银行的设立 农村信用社其实就算是 国内银行体系的一个延伸 调动基层金融市场的机器性 这样才能更好的 为基层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 以上就是国内银行体系的代理情况 希望这期视频能帮助各位老板 理解国内的银行体系 如果有有的能力不足 实业有限 有一些错误疏漏 也欢迎大家补充批评指正 也欢迎各位老板在评论区和弹幕里 积极讨论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老板们看了过也聊得开心 可以投币点赞三连 然后点一个大大的关注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是久威特 我们下期再见